就是用国民党去反对现在执政的民进党 因为国民党亲中 民进党亲美 所以他就用所谓的国民党去对付民进党 这个就是王沪宁的所谓的核心心神 所以王沪宁的这一套主张 落实在习近平 习近平就按照了这一套主张 去接见了民革中国国民党的 革命委员会 然后要求国民党在台湾去配合一切的演出计划 包括海巡署的取缔事故的事情 甚至所谓的毁线乱政的事情 为什么说毁线乱政 因为中国共产党 中共必须否定这一次台湾民主选举的结果 就是赖清德他胜利了 蔡英文路线胜利了 马英九路线失败 九二共识失败 马英九在选前所谓的相信习近平这五个字 让所谓的侯友宜掉了五十万票 所以侯友宜的选票选得很不好 所以赖清德胜选代表过去蔡英文八年的路线的成功 而这个代表的意义让习近平要求国民党 想说你们要否定他这个意义啊 即使选赢了你们都要否定所谓赖清德当选的正当系 这时候有一个立法委员站出来了 这个人叫翁晓菱 那翁晓菱会站出来干什么呢 他提出了所谓的两阶段总统选序 两阶段总统选择是什么 先不讲他的宪政原理 我们先谈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其实要传播的一个讯息就是 赖清德你的选票没有过半 你不能代表台湾的民意 这个不就是我刚才讲的习近平最想要 透过国民党传递的讯息吗 而不只是高金苏美在内政委员会 对于海巡署的取缔事故事件 演了一出戏 现在加码翁晓菱提出两阶段的投票 再加码演出一出戏 就是要否定赖清德当选的正当性 这个就是中国人要看到啊 所以他的提法就是说 如果两阶段初选 我们侯友宜就会赢了 不管是侯友宜或柯文哲 至少不是你赖清德赢了 所以他否定了这场选举的正当性嘛 所以他故意要去提出一个 毁宪乱政的两阶段总统投票制 再来谈总统选制可不可以讨论 当然可以讨论 总统选制的讨论要修法 当然可以修法 但是要修什么 绝对不是修选霸法嘛 绝对一定要到修宪的层次 因为宪法的所谓的台湾的宪法的 所谓征修条款里面 非常规定非常清楚 所谓的相对多数字 就是在宪法条文的二至一条 里面我直接念给大家听 总统副总统由中华民国自由地区 全体人民直接选举之 自中华民国85年第九任总统副总统选举实施 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英年名登记 在选票上同列一组圈选 以得票最多之一组为当选 关键字在这里 等一下再解释 在中华国外之中华民国自由地区的人民 反国行使选举权 以法律定制 好 我直接讲 他已经把总统的选举方式 都规定在宪法里面 也就是说 在选票同列一组圈选 以得票最多之一 组为当选 我直接讲 最多之一组为当选 就不是所谓的绝对多数 就不是两轮投票制 就是说所有参选人 在一张选票比完以后 最多的人就赢了啦 这个就是宪法规定的啊 宪法里面规定的这么清楚 而且在宪法的实践里面 我们都知道 所谓的这条宪法是在 征修条文是在92年征定的 昨天听到上义夫上公 在讲这段修宪的历史的时候 他有提到 其实在那个时候 就有讨论到 所谓要不要进行两阶段投票 后来不管是国民党或民进党 都不认同 是有所谓的两阶段投票 所以才把直接 有一阶段投票的精神 写在宪法里面 但现在翁晓琳还在硬拗 硬拗就是说宪法没有规定 说这个没有规定 例如说两阶段 你欧阳赛党嘛 明明就写得非常清楚 叫做最多的一组人为当选 就是说就一次选举一次选完了 但是你要欧阳赛党 而且在宪法实践里面 讨论过去92年在讨论这个宪法的时候 其实都有讨论到底要不要进行 所谓的两轮投票制 所以如果翁晓琳的这个目的是为了配合中共 否定赖清德当选 我还可以接受你是一个宪法抉择 你有自己的政治理念 政治主张 你反对赖清德 我同意 但是你身为一个法律的写者 你对于宪法之不理解 对于法律条文规定字面上非常清楚的写者 这样的硬拗 说真的啦 他是清大的教授 我是清大的学生 我过去念过清大设论所的硕士班 我都觉得我做清大的学生很丢脸 我们清大怎么会有这种教授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在闹出所谓宪政上面的笑话嘛 这是第三次了 第一次是什么 他说我们要成立国会特征组 国会特征组本来就危险 就先不讲国会特征组为不危险 就讲国会特征组 他竟然说我们对于行政院的人士 如果有违法的事实特征组 可以将所谓免职 行政权任免职 所有官员的任免权是行政院的权限 这也是在宪法规定的很清楚嘛 这是他第一次在所谓的宪政上面犯的错误嘛 第二次犯了什么错误 第二次在跟陈建仁所谓的上对下 他认为所谓的国会质询去上对下 然后陈建仁抗议说 国会质询是上对下吗 主席院长 他都叫韩国瑜回答 韩国瑜就是笑笑的 我们要互相尊重 立法行政要互专用尊重 韩国瑜最近表现不错啦 什么叫互相尊重 他只是没有骂翁晓琳而已 你不懂啊 所谓的咨询权 哪有所谓的上对下 时间 所谓的咨询权 急问急答的意义叫做 委员的咨询时间 叫做委员跟行政官员时间共用 时间共用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要急问急答 你也可以问完再答 但是那就不叫急问急答 所以时间共用 在台湾算是对你们 这些立委算客气的 你看英国 你看其他国会 那个不是辩论 直接拍桌 行政官员是可以跟立委拍桌的 直接辩论说你不对 所以你们不要把台湾的议会 像罗志祥也是 我讲完你台湾可以回答 我讲完可以回答 谁说的 什么叫做你讲完可以回答 你不要把台北市议会这一套 所谓的不能反咨询这一套 用在立法院 台北市议会所有的议会 叫做首长制 所有行政官员是被你议员 反咨询你议员去问而已 所以跟立法院行政跟立法 完全不同 所以行政立法是一个平行单位 咨询时间是共享的 结果被翁晓玲解释叫上对下 然后还说 民意最大 拜托 行政院同时要面对两种民意 一个叫做国会所代表民意 所以他要对国会负责 行政院同时也要对一种民意负责 叫做对总统负责 所以行政院不只是对国会的民意负责 他也要对总统的所谓的 赖清德的560万票的选票负责 这个叫做行政院嘛 更何况陈建仁不只560万票的选票 陈建仁的选票代表是蔡英文的817张选票 你们这些立委 翁晓玲你连一张选票都没有 你是国民党的部分去立委 你凭什么说你代表民意上对下 这个宪法的学者 这个所谓的法律科技法的学者 怎么有脸教学生啊 我作为清大学生 我真的要跟所有观众朋友 我们代表清大跟大家道歉 我们怎么会聘这样的老师 所以他在宪政的问题 他已经连犯三错了嘛 才导致现在你看欧晓玲的声量 没错啊他博声量 他声量很高啊 像现在仇论值很高啊 那蓝军的也很挺他 喊他是战神啊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战神不能见机在一件所谓的 违法违宪乱政的基础之上嘛 观众朋友蓝营的 深蓝的朋友听得很爽没错啊 但是蓝营深蓝的朋友 你们真的要违宪乱政吗 你们不要这部宪法了吗 这部宪法还是讲白点你说 认为我是独派 我们也认为这些宪法不好啊 但是我们都遵守为这本宪法 为什么呢 这本宪法还是你们从大陆那边带过来的 还有我们需要半天 我们要自宪都不行 要弄一本新宪法都不行 很委屈的用了 用了你们国民党从大陆带过来的宪法 这是台湾人包容耶 不要软头穿骨好吗 我们包容力你带来的好 我们就接受慢慢的改变 慢慢的收 慢慢的用 让台湾可以稳定的在一个民主制度上面 形成一个伟大的国家 我们包容你们带过来的东西 我们连一本台湾人自己定的宪法 讨论了半天我们也没有说要用 我们也没有说要自宪 结果你们自己带来的 你们自己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去 谁在违宪乱政 就是你们国民党 而这部宪法就是你们中国国民党制定出来的 就是中国国民党从大陆盖来的 就是92年从不七次修宪 变成台湾人的宪法的 就你们的不分区立委 不断的在违宪乱政 这是国民党啊 而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要否定赖清德当选 目的你们就是还活在蓝白和破局 你们没办法带 当选的这个所谓的悲伤舞步曲 我都说翁晓玲跟柯文哲一样啊 柯文哲输不会检讨自己为什么输的啊 柯文哲输你看第一次检讨的时候讲什么 年轻人不出来投票害我输了 都是别人的错啊 然后第二次讲什么 如果大学毕业才能投票我就赢了 那不是检讨所有的老年人都不支持他吗 大家讲我为什么说老年人 大学毕业才能投票这件事情 大学毕业才能投票这件事情 其实跟年纪有关 你们现在年轻人 你练大学都很容易 随便怎么随便乱拆写那个考卷 随便送零分都可以上大学 以前不是一样耶 以前老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 50岁以上的年代的时候 那个录取率就20% 30%而已 所以在年纪阶层比较大的所谓的老年人 他大学的毕业程度当然比较低嘛 所以这跟年龄有关 跟所谓的知识没有关系 但是柯文哲就说比试你们 这些老人都没念过大学 难怪他那老人的知识度那么低嘛 但是他不会说我柯文哲做的不好 我的柯文哲嘴巴乱讲话 所以害我没有当选 他检讨你们 谁叫你们没知识不投我 所以大学毕业后才能投票 这要修宪啊一样啊 规定以后干脆修宪 规定年轻人一定得投票 不投票的抓去关 然后规定老年年人不能投票 那你柯文哲就当选了 翁晓妮意思不是一样吗 翁晓妮意思一样啊 他选举选输绝对不是 国民党选举的技术怎样 或者国民党主张有什么错误 就是选举制度有问题 害我们没办法当选 翁晓妮脑袋跟柯文哲一模一样嘛 检讨选制最容易嘛 只要选制 我要讲的是说 第一个我们先探讨 今天柯文哲有出来讲一句话 我不要觉得说 二轮制你们国民党一定赢啦 你看蓝白开始又在吵 说如果当初 让5怕让3怕谁出来选会议 不是吗 所谓的翁晓妮带出了 所谓的两轮制投票 结果让国民党民众党 又回到蓝白河这一页 翻不过来 又在讨论说当初谁要让 不是吗 柯文哲今天又说 不要觉得两轮制投票 我不会赢你们 侯友宜喔 又来了 又会翻过去了 这两个党实在是一个样子 就活在蓝白河的破局当中回不来 第一个我先讲 蓝白之间 到底谁会第二名第三名 民调很清楚 所以柯文哲你一定老三 你下一次选一定老三 而且下一次选你的选票还没有这次高 我直接这边跟你讲 第一个 国民党人家是百年大党 地方上有组织 有议员 有立委 有县市长 人家不可能听你一个人 除了你加入国民党 第二个 国民党人家 汪小林 你要不要觉得即使你修宪 我要讲的是修宪 修宪成功 两轮制投票 你也不要觉得柯文哲的票 会灌在你侯友宜身上 那时候选举的时候 民调交叉分析很清楚 年轻选票其实是非常讨厌侯友宜的 这个才叫做事实 这个才叫做科学 你们去看那时候的交叉分析 如果柯文哲不选侯友宜 你看那个柯文哲的选票的转移 不见得是转移到侯友宜身上啦 未来两阶段假设行使的两阶段投票 第三组人的选票的移动 也不是你们想象的 蓝白一定合 所以蓝白这两大政党 不只在国会里面 到底要不要合作 又既合作又斗争 然后又在总统选举里面 也是既合作又斗争 都在骗 都在骗彼此支持者的选票而已 所以我们回到原点 我要跟国民党跟民众党 选举已经选完了 不要你们在立法院所提的任何法案 都是选举思维 包含翁晓琳你提的这个所谓的两阶段投票制 跟之前所谓提出所谓的陆配缩减 六年变四年拿到身份证这件事情 很多陆配我今天看到TikTok刷了TikTok 很多陆配说没有啊他们没有觉得被歧视啊 很多陆配你去问他们其实是比外配的权益更好啊 陆配没有这种感觉只有国民党跟民众党有这种感觉 觉得陆配被委屈 觉得陆配被歧视 陆配自己没有觉得啊 因为陆配取得六年取得身份证 他们不用经过考试 外配要经过考试啊 那我们其实对陆配为什么不经过考试 因为我们知道外配可以回答的问题 陆配不一定能够回答嘛 所以我们说真的台湾是一个 台湾人也好台湾政府也好 是一个蛮有爱心的一个政府跟人民 你外国人可以很大声的说 台湾的总统是蔡英文 外配考试要考这题喔 他们入籍考试 现在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叫什么名字 你要回答得出来了叫蔡英文喔 陆配如果考这题怎么办 写蔡英文还是写习近平 写蔡英文如果知道大陆那边知道会有考这题 然后你写蔡英文 大陆那边的法律叫什么 反分裂国家法 你回到台湾你去乡死了 所以你看我们多么保护这些陆配 知道说你们如果去考这些所谓外配 必须考试的题目 你们可能会有身家上面的危险 而你们并不是真的 对政治上有那么多的主张或认识 为了保护你们 你们就不用考试了 外配要耶 外配取得身份证 因为这些考试也好 语言也好 要八年的时间平均 他们陆配六年就可以得到了 诶 明明就是陆配比较好 如果要求公平大家都公平啊 现在有主张 自由时报的一篇社论 写得很清楚 大家来公平 都比照外配 因为你们所谓的医青也不能看见吧 什么都不行 正在将身份证 要投票的话 如果你要投票要选举的话 你要放弃双重火急 陆配要吗 全部比较公平啊 我们已经相对来讲 对陆配已经优渥其他外配了 但是为什么民众党跟国民党会这么认知 觉得说没有啦 他们也觉得说陆配比较好啦 他们要的是什么 票啦 六年变四年的时候 这些陆配可以大量的进来台湾之后 他们就有票了啦 他们就有票就可以取得政权 这个才是他们的目的啦 跟陆配好不好 一点关系都没有啦 还有陆配在现在在台湾的一百万选票 你国民党主张之后 民众党一定要跟进啦 否则那票都拿不到 被国民党拿取了 全部都是选票考虑 全部都是选举考虑 你们提的法案到现在还走不出选举啊 哪一条叫福国立民 所以有人开玩笑 福国叫做福利 对国民党造福 叫福国立民 对民众党有利叫立民 那没有一件是福国立民的法案 全部都是政治法案 全部都是选举法案嘛 这个选票考量下 民众要看清楚 国民党跟民众党未来在国会过半 他们通过什么法律 如果是民生法案我没有意见 对民众有利我没有意见 像这样根本就是选举考虑 而且是有害所谓的台湾的民主政治 跟有害于所谓的福国立民的 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大家要站出来啦 所以已经有南社 台湾南社要到立法院抗议民众党 和国民党 所谓的路配入籍的案子啊 因为路配入籍的案子 最明显的是哪一个国家 香港大家去看看啦 香港1997年 那时候接收的时候50年不变 你知道1997年之后 他们进行了一个什么政策吗 每天800个进去大陆人 核准你进去香港 叫洗人口 因为他们算 为什么50年不变 50年他们认定 50年后一定会变 而且一定会变 他们算到50年之后 他们大陆人移民到 移居到香港的人口 已经超过自己的香港人 这个就是中国 他们要把香港人洗掉 把香港变成中国人的时候 就是大量的移居移民 移入大量大陆籍的人口 结果不到50年啊 雨伞革命之后 整个香港就变啊 为什么现在看不到抗议 香港的很多大陆的居民 已经在掌握了很多的 包含他们的立法局里面的很多议员 都需要拿到大陆人的选票 就像现在国民党跟民主党 现在想要拿到陆配的选票一样嘛 让这些人如果投出来的代表 控制了立法院 选上了总统 未来下一步就是特首化嘛 就是他们要的就是 中共要的就是 台湾总统就变台湾特首嘛 跟香港一样 你们连特首以后都不让你选 直接我中共指派嘛 这个才是中共要的最后的结果嘛 所以如果你们现阶段是为了选票 所以去提出这个法案 但是开了一个大漏洞 让大量的陆籍人士可以来台 未来台湾的命运就是跟香港一样 感谢今天观众的收听 我们从中共两会就可以知道 中共不断的所谓团结习近平 接见所谓山寨版国民党 我特别要讲叫山寨版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之后 讲出团结台湾一切爱国力量 讲的就是你们国民党跟民众党 就是在指示你们国民党跟民众党 所以所有这些在立法院的现象 国民党民众党 你们要跟选民 跟台湾民众讲清楚 你们到底接受了中共多少的指示 所以你们做的这些事情 以上谢谢大家 今天的收看 这是一个挑战 这是一个冒险 39岁快40岁的时候才开始动 一投入的话就是不起一切 那我希望我可以在我海巅峰的时候 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沿着大奔水岭 沿着状传牌 主级 然后完整的贴着 对 然后把它走完 渡大哥压了一个非常不可能的时间 是不到九天 整个路程谁也不敢保证说是一路平安 不是淹石就是被掐死 就会有声音就是说 大哥大哥大哥 其实那个前面就是宣癌 我们不是一个团队吗 不是走一起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我们在那里大吵架 因为我自己也想到要哭出来 你不能放弃 你也不能停下来 他想要去完成 担心一定会担心的 冰冰冰冰冰加油 好 最后一排 可以走到这一步 值得 自己会安慰自己值得 自己会安慰自己值得 1993年台湾就进入了高年化社会 1993年就进入了 当时呢 65岁以上的人口是7% 也就是说在100人当中 有7个是超过65岁 而我们的预估 所呈现的是 三年之后的2026年 将会迈入全台湾 20%人口 是65岁以上的族群 也就是说 在三年之后 注意听哦 三年之后呢 这是达到了五分之一 三年之后呢 全台湾五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 五分之一的人口 是超过65岁以上的族群 超高年社会 好 在这个数字里头 很简单是告诉大家 每五个人 就会有一个人 是借退年龄 所以小军姐特别成立了 小军乐火plus 我们会特别邀请各方的专家 来分享 长照 健康 文化 医疗 艺术 相关的议题 尤其是在医疗方面 这个牵涉到我们的 常常吃的食物 饮用水啦 运动啦 医学啦 包括你的生活习惯 像是睡眠 养生 这些相关的新趋势 跟新知识 要让大家健康加分 享受生活 尤其呢 我们最近要推出 睡眠不足 可能会成为健康的头号杀手 WHO他们发现呢 夜班 就上夜班的护士 特别容易得到癌症 所以从健康基石的角度来看呢 蔡荣聪医师 我们特别访问到她 她说呢 做夜节奏是不能够改变了 白天 工作 入夜之后 该休息就得休息 做夜节奏是不能改变 例如呢 我们也会邀请到蔡荣聪医师 针对免疫疗法抗癌的效果绝佳 这项革命性的医疗 免疫疗法 到底已经是到发展到什么阶段 它可以让白血病的九成根治 这些议题都是我们分享的重点 欢迎大家订阅小君乐佛PLUS 跟爱护支持小君朝圆PLUS一样 按赞分享 而且呢 继续支持我们 记得哦 要订阅哦 我们再会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